多目舰队4月9号返回左营军港 船上明明有人染疫 却没有检疫就放人 究竟是谁下这个命令 多目舰队是舰指部 他们在执行 所以应该是我们 研判应该是舰指部来做了决定 然后会不会快一点 我时间很少 我要按照指挥体系 就是由上而下 他的上一级是舰指部 事件指部指挥官高嘉宾 要扛下所有责任吗 官布也答得不太肯定 究竟是谁下令放人 根据了解 多目舰队5月6号解编 目前仅有的副员小组外 相关学校单位 海军阅仪队举全队 都有司令部发文 见请所属单位休假一周 这账当然直接算到司令部头上 不过至今未见海军司令 刘志斌身影 而多目舰队也被抓包 当初下船 根本连基本的远洋渔船 入港规定都没达到 军舰属于特殊船舶 却拿渔业法比照 加上磐石军舰 3月23号开始有多人有病症 却在14号量完体温后 直接放人 根本没落实 原船检疫14天 更有人质疑 700多人的军舰 应该比照日本钻石公主号 得采集阴性才能下船 之后搭机返台后 还得隔离14天 至少双彩阴才能解除隔离 磐石军舰仅仅问诊量体温 资讯不透明 才导致确诊官士兵爬爬罩 他们可能真的有点疏忽 没有利用这段时间 先跟防疫疫情指挥中心 先要求开会 请疫情指挥中心 来介入来指导 疫情当头各界都不敢大意 唯独督目舰队被骂 便宜行事 为落实检疫 海军紧急捕破网 调查缘由 就怕成了防疫破口 三地新闻刘家伟 陈豪台北 也听不到